这些东西先还给你 其他拿不了的 我家快递送过来 柏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拒绝我的提亲 你不要自作主张到我家提亲嘛 我妈还以为我真的要结婚 搞得家里鸡飞狗跳的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正式去提亲的 伟爷爷 你不要一厢情愿好不好 我敢打赌 七强一定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不对 我跟你说明白一点 我跟七强只是好朋友 我不会跟他结婚的 多厉 为什么呢 你别看七强表面表儿郎当的 其实我知道 他对你是极有独重 还能在生我的气吗 我没有生你的气啊 只是结婚这件事情不能开玩笑嘛 而且 我跟七强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啦 难道是克洛 你喜欢是克洛啊 不是啦 我跟七强跟克洛三个人只是朋友 就只是朋友而已 你不要这样乱点鸳鸯谱嘛 你这样会害我跟七强连朋友都做不成 我们三个人的关系 我很难跟您解释得清楚 但是提亲这件事 我就当没有发生过 那爷爷 我要回去上班咯 再见 多厉 你怎么了 叶小姐哦 只是需要多休息 三餐正常 不要给他太多压力 吃了营养一点就好了 我知道 医生 谢谢你 不客气 多厉 你要好好休息 婚事得慢慢来 我却赢你 只要你身体好了 什么都好商量 嗯 你不用在这里陪我了 我好了自己会回去 朵莉 朵莉 你还好吧 小姐 对不起 请问一下 叶朵莉小姐她在吗 叶朵莉啊 嗯 她请病假 病假 嗯 啊 小姐 对不起 我 其实 这个 不是 这个 小心 朵莉 朵莉 你怎么了 我接到电话说你晕倒 差点没把我吓死 没事了妈 我只是没有睡好而已 你不要理我 赶快回去面谈帮忙 没关系 你大嫂在 七霞 谢谢你把朵莉送回来 不用客气了 我刚才知道我爷爷来照顾你们 真的很不好意思 没什么啦 不过你爷爷也真是的 他把我们全家都找到团团 团团 好啦 那我先走了 朵莉你好好休息 那记得有空常来玩 你把门带上就行了 我去休息了妈 好 嗯 你 去吧 诶 诶 柯罗 你怎么来了 我进到你姐的公司 他同事说他请了病假 所以我來看看 他在房裡休息 我去看看 你坐一下 克洛 你怎麼來了 一定是七翔對不對 那個大嘴巴 不是啦 是我到你們公司 你們同事跟我說的 根本就沒事啊 幹嘛弄得大家都知道 很丟臉 你很好吧 你一定很難受對不對 沒有關係啊 如果你難過想哭的話 我的背可以借你 沒事啊 那 看我帶什麼來給你 好 現在你看不到初夜 還好那邊啊 有初夜的相片 所以 我把它洗成幻燈片 這樣子 你每天就可以看到他了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你什麼都不要說 現在你的狀況 最需要的就是初夜的陪伴 我希望 他能夠代替我讓你開心 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 這樣子 你寫就值得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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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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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 没事吧 她已经睡着了 可是她状况很差 我看没有再过来烫好了 要是她再不舒服的话 你就帮她请假 不要让她上班 开架了 这样才对嘛 我先回去了 怎么了 伤口都这么大的时候没事 我去拿石油箱 很痛啊 我看一下好 哇 伤口好大一块耶 你知道去看医生的 可是我 什么可是 一定要看医生啦 而且要照下X光 说病都伤到筋骨了 没有关系啊 晚上回去 冰敷一下 应该就醒了 我回去了 你再过来干净 陈克洛 你帮我忙好不好 都伤成这样还要过来 我真的不严重啊 我真的不严重啊 好 你了不起 我只听过人家问爱相逢的 没想到你更厉害 你铁打的啊 受伤了也不管 那是意外啊 我也不想啊 什么意外 你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 对自己一点都不在乎 我不管你是逞强 还是真的觉得没事 你这种态度的 在我看来真的 真是笨的欠揍耶 我要是说得出口 我想跟你说 冠你去死啦 你以为为了我姐 不管自己的死活 我姐就会开心吗 我告诉你 她不会 我更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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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心你不要生气 我只想尽我的心意 可是却没想到 又变成大家 在帮忙我 你为什么要讲这种话 你想尽力 别人就不想吗 我们是不是很不熟啊 我们 我们根本做假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你就知道我 算了 算了 我知道 你全部的心思都放在我姐身上 你今晚担心她 你今晚去想她 可是 你要是不能好好照顾自己的话 就给我安安静静闭上嘴 让我照顾你 爱不再 爱不再 我一定不能失去我精神的自由 哦 jemand